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 这是一年里面唯一一个男人过的节日 我希望在座的男孩子们 明天都能够收到清洗和浪漫 我们要的并不多 只希望在这个唯一重要的日子 能够收到一次礼物或者转账 女孩子的节日这么多 我相信这么一个男孩子的节日 真正爱你的女人 她一定会重视 如果你的另一半没有任何的表示 只能说明她根本就不爱你 我们要的并不是礼物和红包 我们要的是态度和仪式感 我们要的是被关注的感觉 反正我是不相信 一个爱你的女人会在这么重要的节日 不给你准备浪漫和清洗 如果真的没有 你去看看别人的朋友圈 看看别的男孩子 对比一下自己的另一半 差距马上就出来了 记住了 男孩子们 有心者不用教 无心者 你教不会 谢谢 还会 我是